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是關於iPhone 12系列屏幕的話題 此前有報導稱,蘋果可能在即將推出的iPhone 12系列中 全部使用OLED顯示屏 現在一份新的報告描述指出 今年推出的5GiPhone系列確實是全部配備了OLED屏幕 並且也得到了肯定,其2020年的iPhone將都實現支持5G 儘管蘋果在2017年推出的iPhone X上使用了OLED顯示屏 但是這將是蘋果首次在新iPhone 12系列中 所有型號上都使用OLED屏幕的依次 三星、華為、OPPO、VIO等所有主要智能手機廠商 都已經在其高端手機上使用了OLED顯示屏 即使對於蘋果公司而言 僅iPhone 11 Pro和11 Pro Max均有OLED屏幕 並且價格更貴,而iPhone 11仍然為LCD屏幕 當然它的價格也不低 而即將要推出的iPhone 12系列型號 所有機型都使用OLED屏幕 並將繼續在屏幕頂部保留一個缺口 以容納、FaceID傳感器 這些缺口區域同時也縮小了很多 預計蘋果公司這次將發布4種iPhone 12變體 包括iPhone 12、iPhone 12 Max、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標準的iPhone 12將具有5.10英寸顯示屏 而12 Max和12 Pro機型將具有6.1英寸屏幕 iPhone 12 Pro Max將以更大屏幕機型出現 並將配備6.7英寸顯示屏 關於所有機型OLED屏幕分辨率 這方面的消息不多 但由洩漏表明 在一個iOS 14 Beta測試版中 發現了可見分辨率縮放選項 因為蘋果需要為不同尺寸的iPhone屏幕進行適配 否則圖標字體看起來會錯亂不堪 當然,iOS 14代碼顯示的 新960×2070分辨率縮放選項時 這很可能是5.10英寸那款iPhone 12的分辨率 也可以認為從此入門的iPhone屏幕 也可能有更細膩的顯示了 關於iPhone 12新的顯示屏 京東方已經是MacBook和iPad的顯示屏幕以上 這家顯示屏製造商可能會為即將問世的iPhone 提供OLED屏幕 因為蘋果正在準備減少對三星的依賴 當然,也有相反的話題指出 京東方公司的屏幕質量尚未達到蘋果的標準 蘋果暫時不會考慮京東方屏幕 但可能是在以後會進入供應鏈 所以,現在三星仍然是唯一為蘋果提供OLED屏幕的主要供貨商 蘋果從LCD面板全部轉移到了OLED面板 這可能會對日本顯示屏製造商造成重大打擊 原因是日本顯示屏製造商一直為蘋果公司長期屏幕面板供應 其近60%的收入來自向蘋果出售的LCD面板 該公司已經虧損了幾年 原因是在製造OLED面板方面遠遠落後於其他公司 所以沒有手機製造商與它合作 最後,預計三星將在OLED顯示屏市場上佔據74%的市場份額 而京東方在2020年將獲得9%左右的市場份額 直到2022年全球推出的所有智能手機中 幾乎有一半的設備將配備OLED屏幕 這其包括中高端智能手機 當然蘋果公司從2020年開始 以後發布iPhone將不會再出現LCD面板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下期內容 我們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ETIMA MING PAO TORETIMA TORETIME MING PAO TORETIMA TORETIMA TORETIME